在我們做電影場景的時候 我們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生活感 令觀眾投入世界觀 我是在2020年開始 做微縮模型的疫情 所以電影業的經濟也不太好 倒不如嘗試在家裡 用另一種方式去嘗試創作 我叫馬嘉明 我是一個香港的電影美術指導 以及一個美術藝術家 我在2013年入行 開始做電影美術工作 我有參與《男人不可以窮》 以及《達血陳妹》 還有我自己做美子的元老山卡 我自己最熱愛的當然是空間設計和電影 美術就是一個暫時最好的方式 可以幫我去表達這兩件事 《春光雜舌》就是我第一個美術作品 我看了這個電影差不多五十多次 我是逐格逐格去找那個場子 最後什麼都是靠朋友 打電話問一問 當時有參與這套電影的文念忠先生 那個場子你不用找 是當時的美術指導 張叔平找人專門設計出來 唯有重新在電腦上畫出來 都是因為我喜歡哥哥的原因 所以就有做《胭脂扣》的念頭 《余花學》的房間 其實它是夾雜了孫之家師的桌椅 又有羅漢床 羅漢床上也有加了幾塊鏡 是李小龍主演的《龍爭虎鬥》 以及石堅一起打鬥的場景 整間房都是鏡 本身已經是一個很高難度的設計 要很小心很穿崩 其實是好像我和自己在對話的一個掙扎過程 在外國其實有很多很出色的美術藝術家 包括澳洲、英國、美國都有 為什麼世界各地這麼多美術藝術家 或者這麼多人喜歡美術呢 是因為它的可能性很大 坦白世席 說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